上一次我们去看罗亚方舟洪水这个浩劫的时候 我们说按照古近东的背景 旧约的经文 考古地质等等的线索 似乎是没有一个普世全球的洪水曾经发生过 但是也有很多人继续问 就是这些记载的背后 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事迹 或者有一个真实的很大的水灾曾经发生过 你可能听闻过一个理论 叫做黑海洪水假设 黑海是位于土耳其北部 这个理论假设认为 就是以前的黑海 其实是一个淡水湖 或者我们可以叫它做黑湖 湖的淡水是经过一个很窄的峡谷 叫做博斯普拉斯海峡 流入地中海 但是大约公元前五千年的时候 当时全球的水位因为冰川融化 海洋的水位就突然升高 就造成了一个大的洪水 突然间地中海的海水 就倒转流回到现在的黑海 估计当时的流入涌入的水力是尼加拉瓜瀑布的四百倍 所以短短的一年里面 那个本身是淡水湖的黑湖 就变成了今天的黑海 当时的水位上涨了几百呎 湖的面积就突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以至沿没了很多湖岸四周的古城镇 现在考古学家也在那时做一些深海的探索工作 在黑海的海底里面找到很多古代的遗迹 所以有学者认为 这场黑海的大浩劫大水灾 就成为了中东一个很大的灾难 死伤无数 漸漸成为古近东每个洪水故事的背景 当然我们不能够去肯定这个黑海的论说 就是洪水背后的历史事件 正如上一集我们所说 洪水的记载不是历史事件的本身 而是一个对于历史事件的文学神学的解释 事实上你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一个水灾会对近东的人 圣经时代的人成为一个这么大的震撼 除了水灾会构成很大的破坏之外 就是因为近东的世界观是一个平面的世界观 他们在一个平面的地上来生活 上面一个穷仓 他们的想象就是穷仓顶着外面的大水 让它不会消灭这个世界 但是当黑雨暴雨不停 或者河水泛滥的时候 对于一个近东的人来说 就好像天塔下来 世界好像末夜一样 或者整个世界好像回到未创造之前 那种只有大水空虚混沌的情境 如果您留意圣经如何描述罗亚洪水这个史迹 您会发现有很多字眼形容创造天地、改变天地 在罗亚洪水这个技术里面 我们看一看一些字眼 发现原来在《创世记》第一章出现过 比如《创世记》第一章第一日的创造 第一章第二节 他说地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 原文是神的风 混行在水面上 说到罗亚洪水的故事 《洪水》开始停了 八章第一节 神纪念罗亚和方舟里面一切的走秀生畜 神叫风 原文是灵 就吹在地上 水势渐落 渊源 天上面的窗户闭塞 天上的大雨也止住 接着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二日的创造 那道罗亚洪水的技术 八章第二节 他说渊源和天上面的窗户 都闭塞了 天上面的大雨也止住了 到《创世纪》第三日的创造 一章第九节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河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那道罗亚洪水的技术也是一样 洪水渐退了 八章第三节 从地上渐退的时候过了150天 水就渐消 7月17日 方舟停在阿拉纳山上 水又渐退 到10月初一日 山顶就渐出来 是同一个字 路出来 渐出来 《创世纪》第一章 说到神创造第五日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一章第二十二节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有雀鸟生在地上 八章第六节 说到罗亚洪水渐消的时候 在方舟那些树 他将雀鸟放出来 首先是乌鸟 然后在地上飞 甲子 然后在地上飞 然后第三次也是放甲子 再看下去 所以第六日的创造 和罗亚洪水技术更加相似 一章第二十六至十八节 大家很清楚 就是神做人的时候 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 然后说到罗亚洪水渐完之后 神和罗亚和大地立约 第九章第六节 他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 一章二十八节 神赐福给人类 叫他们生养众多 要治理者地 要偏满者地 到第九章说到罗亚洪水之后 神也赐福给罗亚和他的义子 叫他们生养众多 偏满全地 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说创造 所以罗亚洪水泛滥的时候 就是一种反创造 或者decreation 有人会说uncreation 洪水过了之后 就是一个再创造 是recreation 神用洪水这个浩劫 来到去再造天地 其实在旧约里面 经常都有一种这样的创造 反创造 再创造 这样的方式来描述浩劫灾难 比如犹太人亡国战败的时候 都是用一种这样的方法 来到去描述的 视乎你身处不同的地方 一些大的浩劫不一定是水灾 可能是疫症 可能是绝症 可能是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意外 或者一些生命里面的失去 其实每一类的浩劫 在某程度上 其实都是一种 decreation 然后再recreation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有人说这个新冠病毒 是要逼整个人类 来面对一个很不想面对的问题 就是死亡 就是我们人是不堪一击的 不一定是新冠病毒 以至我们的惊慌 以至被迫要面对死亡 要面对病症 在生命里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有不同的事情 会打击我们 可能是一些情绪的问题 可能是一些健康的问题 可能是事业等等 我们面对着生命里面 一些我们不能够去管理 不能够去控制的因素 我们实在是非常脆弱的 在这个星期 2020年10月初 一直将新冠病毒去轻燃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连他自己都感染到 所以这句说话说得很硬 这个病毒的大流行 是人人都受影响 是不分阶级 不分位置 我们个个都需要面对人生的脆弱 面对死亡 益征可能就带给我们 一个Decreation的机会 就去拆毁我们 以往以为我们是很坚强的 来到再重新建立 重新recreate我们 以至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生命里面 是需要面对信仰的 面对上帝创造主的 所以当有浩劫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时候 或者我们可能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没有做一些 Uncreation Decreation 去到重新再整顿 重整我们的人生 以至上帝能够再一次创造 再一次在我们人生的观念上面 人生的方向目的上面 再一次重新地去塑造 今年2020年 有一个学者 是拿了一个奖 叫做登普顿奖 Templeton 这个奖 是专门颁发给一些 在宗教信仰和科学之间 有很大的贡献的人 今年2020年 得奖者 是美国国家卫生院主任 Francis Collins Francis Collins 可能你听过这个名字 他是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人类 是一个遗传基因学者 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医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就被委派去照顾一个 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年老的妇人 虽然这个女士 每一天她心胸会非常痛 是难以自信的 但是她绝对以她的信仰 耶稣基督为她的忠心 这位女士 和Collins分享过好几次福音 有一次她终于问这个医生 她问Francis Collins 她说 我和你讲了好几次福音 你都是避而不谈 我想问你了 医生 到底你相信的是什么 What do you believe? 就是因为这四个字 就令到Francis Collins 她突然间去到改变她人生的方向 这四个字就换醒她 去想一下到底她自己人生的观念 她人生的信仰 她到底是信什么 当时信无神论的她 她就开始突然间有一个生命的倒转 重整 之后她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甚至她现在是致力于去到结合信仰和科学理性 有一个网站叫做BioLogos 她就是发起人 其实BioLogos想做的就是要去探讨圣经 宗教信仰和科学如何去连接 Francis Collins 的得奖致词里面 她说到科学在人生的终极生死上 特别当我们遇见浩劫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宗教信仰的领域 是宗教信仰给我们的智慧 所以在她得奖的致词里面 with all your mind 尽你的理性 你都可以尋求真理 你都可以尋求神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去看一看她的致词 就是因为四个字 英文是what do you believe 就是你所信仰的是什么 就令到Francis Collins 在她人生里面有一个大的逆转 我们在看浩劫 我们当然就要想一下 到底神藉着不同的灾难 不同的浩劫 为我们带来一种如何的decreation 然后有recreation 让我们一个翻天覆地的人生方向的改变 你可能是未信主的 你看见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想问你 what do you believe 你信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 其实这个时候 都是很认真的要去思考 去想清楚 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有浩劫 有逆轻 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what do you believe 你是否真正去严肃的 认真的去对待你的信 如果您再细心看看 罗亚洪水这个故事 你会发现有些细节 是我们很少留意的 有五处地方是提到日期的 是以色列人的农历 是他们的月历 我们看看这五段的神经 第一段 七章第十一节 罗亚六百岁的时候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大院的全员裂开 窗户打开了 四十周夜有大雨降在地上 正当那日罗亚便入荒走 这是洪水的开始 第二段又提到二月八章第十四节 二月二十七日 地就干了 这里洪水就沿了 即是洪水泛滥在地上 有一年零十日那么长 有什么特别 在《摩西五经》里提到二月发生的事 只有另外两处 第一处就是《出阿及记》第十六章 那里说到二月十五日 以色列人传汇众他们出埃及 在抗野的树 他们发怨言 然后神就首次在那一天 来去供应《摩纳》 二月还发生什么事呢? 在《文素记》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云彩从发跪的帐幕收上来 以色列人就按照他的前面的站 来到前行 离开抗野 云彩就停在前面巴兰的抗野 换句话说 上帝在第二年二月的时候 神愿意和他的子民带着他们 在抗野那树同行 二月特别的地方就是 原来在以色列巴尔斯坦地 春天两个收成的时候 大幕和小幕中间收成的时候 一月和三月中间就是二月 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的折旗 但是却是去提醒神的子民 神在一年里面 两个收割之中间 来去供应祂的需要 《洪水故事》的记载 就是告诉方舟上的罗亚一家 代表以色列的子民 在抗杰的当中 神仍然和他们同行 去保守着罗亚和祂一家 亦都保守着方舟上 不同的动物 代表整个的大地 说到春天收割节 二月的时候 另一个在巴尔斯坦地 经常会出现的现象 就是雨后彩虹 因为春天是雨季末后的时候 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地 下雨有彩虹是经常会出现的 请你不要搞错 这里不是说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彩虹 一向都有雨后彩虹 但是洪水之后 神就用这个经常见到的彩虹 叫人来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 他明白神和大地 神和祂的子民重新立药 这是神学的意义 洪水灾劫 神仍然保守祂的子民 保守祂的创造 第三段圣经就是第八章第四节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阿拉纳山上 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 七月就很特别 因为七月十五日 就是祝彭节 祝彭节是庆祝什么的呢 是有一个星期 来到去纪念到 以色列人曾经在抗野的时候 神和他们在抗野飘留四十年 和他们同行 所以现在到Sukut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会在外面搭帐篷 去纪念到神看顾和同在 今天这个视频信息是2020年10月4日 上个星期五的夜晚 就是刚刚以色列Sukut 祝彭节的第一日开始 我们华人就有中秋 对于犹太人来说 就是七月祝彭节的时候 七月十七日 正正在祝彭节慶祝的一个星期中间 罗瓦故事说 方舟就在这一日停下来 停在这个字 有安全休息的意思 即是说不用抗抗 不用抗抗 不用那么惊 就是在祝彭节的中间 去到慶祝上帝的保守 纪念上帝以往去到同行的时候 他们就想起 原来在上帝里面 我们能够有平安 其实罗瓦这个名字 Noah 都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说有安食的意思 第四段 八章第五节 这里说水又漸退 十月初一日 山顶都燃出来 罗瓦就开了方舟的窗户 然后放甲子出去 最后甲子就拿了一个新的 刚刚生出来的橄榄叶子 罗瓦就知道地上的水退去了 这里说十月 十月是以色列龙间的播种期 三个月之前 即是七月 就是庆祝秋天的收割 三个月之后 农夫就盼望有春季的收割 农夫就会在十月的时候 尽他的能力来播种 播了种之后 他就很着急 希望看到农作物是发芽的 所以如果你想像一下 一个农夫 播了种之后 他就每一天 就会看着那个田地 希望发芽能够生长 或者这么问 即是上帝 会不会再次大地一个新的生命 罗瓦在方舟往外观看 打开窗户的时候 看到什么 山顶出来 他打开窗户 然后把伯甲放出去 伯甲就把新生出来的橄楼月子带回来 会过是一个应许 神去到更生 整顿过他的大地 第五段 是记载有日期的 就是八章第十三节 就是晶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干 罗瓦就撤去方舟的灌海 看到地是干的 晶月一日 当然是新年最大的大年初一 以色列的农民 在正月初一 这个时候 就是以色列的雨季美性 即是雨水渐退 田地开始会变成绿色 观看大地的时候 看到有新的盼望 在五经里面提到晶月初一的时候 就会说到新的盼望 新的生命 我们人民 我们生命 须去更新 出埃及记十二章 说到出埃及的第一日 就是晶月初一 就是以色列人有新的开始 出埃及记四十章 也说到第二年的初一 那就是会莫的建成 上帝的荣耀降临 敬拜的生命开始 文数记二十章也提过晶月初一 那里说的是第一代渐渐要过去 他们叛逆 他们不信 他们渐渐死在抗野 第二代就要兴起了 他们要凭着信心做一个典范 去到迈向加拿地 新年就是一个更新的时候 很明显 《圣经》的作者不是死板的记者 是放下这些日期 他特意将洪水浩劫的经过 是套入以色列人的农坚 那个农历的循环里面 就是告诉人们 罗亚的水灾时间 一年五个日期 要去想起上帝看顾的保守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药没有消减过 洪水的故事更加是套入以色列人本身 每年有的敬拜首节的阅历 那个Liturgical calendar 整个罗亚的故事 那个水灾 就是按照以色列人的敬拜首节的阅历来进行 其实记载的故事就是教导后世的人 纵使有一年之长的浩劫 在我们敬拜首节的时间 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药 御月节、新年、修葛节、朱鹏节等等 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看顾 不要忘记去体会上帝的实在和上帝的恩典 同时你和我都是要去守约 如果有人问你 在你人生的当中 有什么的日期是最深印象 可能你会说是一些喜庆的事 但可能你仔细想一想 你一定会想起在你人生里的一些低谷 一些的日期 你遇见一些的挫折 无论是感情、事业、身体健康、意外等等 或者某年某月某日 你很记得 你收到我的电话 是医生打给你的 是一些很不好的消息 一些所谓你个人的浩劫 你一定可能会想起这些日期 或者对全人类来说 2020年是一个浩劫灾难之年 是我们一生都会记得这一年 疫情到现在 至少都起码有一年 但你要知道 这个罗牙的故事 神学的意义 就是告诉我们 上帝往往是用浩劫 去敲我们生命的门 去拆毁我们 去decreate、uncreate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再重新被创造 以至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 想清楚你所信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所信这位上帝 是一位守约的上帝的话 我们仍然真真地去跟随他 我们同心低头祈祷 主我们多谢你 仍然要多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守约的神 纵使在浩劫当中 在我们人生的挫折当头 你仍然是肯与我们同行的 主我们求你你的恩典 再一次在浩劫当中 在我们人生的低谷当中 来到去拆毁重建 拆毁又再重建 帮助我们认真真地去面对你 认真地去追求你 叫你自己的子民 叫你自己的义虑 能够更加去体会你自己的实在 我们这样祈祷 逢主也说给你秉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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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义虑 逢主也说给你秉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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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de 孤单害怕的心 金天缘交及 Friday 事你的恩典与爱 让我可得多安慰 忧伤何岁的心 今天缘教主手里 是你的变相越痛 让我可得已穿越 以至我生 在你的痛在内 让我痛与你怀侣 我心知道你是我生 恢复我生 在你的荣耀内 让我可得见你 永美 我的身处 必得已复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孤单巨派的心 今天缘教主你 是你的恩典与爱 让我可得多安慰 忧伤何岁的心 今天缘教主手里 是你的变相越痛 让我可得已穿越 以至我生 在你的痛在内 让我痛与你怀侣 我心知道你是我生 恢复我生 在你的永远流 让我等见你 永远 我的心意 传现 航防于你 我令苏醒 要尊你名为圣 我令歌策 要重赚你的名 扮容此生 成就你的自然 我愿为你再奔跑 我令苏醒 要尊你名为圣 我令歌策 要重赚你的名 扮容此生 成就你的自然 我愿为你再奔跑 已知我生 在你的痛在累 所谓你的爱 让我当于你怀侣 被你的爱触摸我 我令恢复我心 让我如影前前 让我得见你 永美 我的心意 全然幸福于你 让我躺于你围侣 让我得见你 永美 我想知道 你是我的圈 我也想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